2023年草陵古道芒花季即将登场 11月4号至26号 季节限定 想看满三片的银白色花海 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哦 搭火车至福隆火车站 出站后走路三分钟 在小七前的公车站 搭公车至远望坑街口下车 花季期间每天加开公车 至少是七班 或是搭火车至大旅火车站 下车后直上亚口赏芒花 体力好的人可以继续攻顶弯坑头山 再经桃源谷走到大西火车站 依然360度无敌的三海迷景 秋冬时节东北角非常容易下雨 一有好地址就快点冲一波吧 Let's go 大家好我是回答 我现在在大里火车站前面 今天搭火车要来走桃源谷步道 今天我要从大里火车站走到大西火车站 走这条路线也是在交通上非常方便的一条路线 如果你从贡辽火车站下车 你还得搭贡车去内辽县的登山口 在大里火车站下车 一下车就等于差不多就登山口了 我们就往大里天公庙的方向走咯 这一段是木站道 走出来就蛮休闲放松的 这还有水流盛 不错 非常放松 上来马路了 走走安 如果你开车来 上面有停车场 车位还蛮多的 而且不用收费 开车主你可以开到这边 爬到大西的时候 再从大西火车站搭火车回来开车 也是一种方法 走进来就是游客中心 这一段也是草陵古道 非常热门的步道 走走边就是当地的信仰中心 大里天公庙 这最特别是还可以借胆 有文胆跟武胆 文胆帮助你长智慧 武胆让你帮助事业 我们现在开始要爬阶梯了 这里右转 这左右两边都是石碑 蛮有意思的 今天这个造景有水耶 前两次来爬都是干枯的 看到阶梯了 左手边 我们左转开始走阶梯 你要沿着这个 我有路走也是可以 但是距离会比较远一点 这个石阶路 有下过雨 可能还是会有点湿滑 登山帐最好拿出来使用 上来了 我们先去左手边 古道客栈休息一下 喝个水 上个洗手间 待会继续从右手边这个时间 往上爬就可以了 古道客栈到了 休息够了 继续出发 右手边有个凉亭 不过这个亭子没什么view 上面压口的两亭view 比较漂亮 我们继续往上走了 客栈椅子到了 这是卢宅客栈 你问的好为什么不干 因为铁路通了 然后台二线通了 这边就没有人在走这条路 朝铃古道有两个椅子 客栈椅子 现在都荒废了 上来了 你看 这个海景好漂亮啊 太棒了 超级漂亮 今天天气好好 但是还是有点薄雾 这边有野浆花 左左边有个观景台 龟山岛 就在正前面 感觉好近 这对面有个土地公 很特别哦 还有两个土地婆 每天西岳市 桥林古道的芒花祭 现在有些芒花 已经陆续在开花了 山头那一片 已经转白了 比较近这边才刚开 都还带点红色 还没有怎么变白 哇 这里真的很漂亮 很舒服 难不能待太久 继续往上走咯 搞笑了 步道上有一坨牛粪 有人插了一坨鲜花在上头 第二个凉亭到咯 这个凉亭有点破败了 上来这个观景平台了 哇 哇 还有人騎越雨 腳踏车上来 这边有一条水牛路径 我走这边 过来了 又跟步道接在一起了 豆腐石已到了 可以这边休息一下 好 现在再走一次捷径 从右边这边 绕过这个小山头 可以省一点路 可以省一点体力 这边再走一次捷径 这边再走一次捷径 当然你要沿着时间走也都OK的 这里有闭牛庄 站在高岗上 耶 好漂亮喔 360度的无底美景 那里就是弯坑头山 我们现在先下坡 等下到安部 再仰宫最后一段喔 牛牛 那来了 这是四方亭 但是没有停着 是一个观景平台 亭子 可能 零一九失修 被风吹坏了 哇小姐 你从这爬上来啊 好厉害啊 才知道 不可思议耶 还好啦 这秘境应该很难走吧 真的啦 谁都可以 真的吗 好谢谢你 你是不是跟着 胡一道路径走的 对啊 你怎么知道 我就知道 他都专门戴秘境 完坑头山到了 小百岳 小百岳 冰号八折 上来了 上来了 耶 飙高 616 哇 太棒了 接下来大部分人都往下走咯 这两边是芒草跟建竹林 芒草开花了耶 有些已经变白了 好漂亮 所以赶快来喔 哇 风吹过来凉啊 不然这边完全没有遮阳 好晒啊 哇 前面这片芒花就很漂亮喔 有芒花气整片芒花的感觉了 水 要来喔 这里的芒花真的很漂亮耶 风行草眼草浪飞舞 这里有个平台 又转往旁边谷 从这个角度看 就很像哈巴狗 又有人说是拉不拉多圈 我们去看观景平台 最后写断崖危险 全部靠近 不能靠太近啊 耶 龟山岛 太平洋 哇 看就从那边山上慢慢走下来的 龙岛 妹妹啊 胡怡纯 我的妹妹say goodbye了 say goodbye 祝你鸡蛋 鸡蛋 拜拜 拜拜 路上随便认亲 过了这个闭牛庄 桃园谷草原就到了 耶 小汤恭喜你 圆梦了 桃园谷草原到了 桃园谷草原到了 桃园谷大草原 我来了 耶 好漂亮 是有个柱子地址叫人脑圣地 他往那边500公尺 可是没有路标 地址开甲36亿 应该没有人会买吧 这片桃园谷大草原 号称北部最大的草原 比擎天缸草原还大哦 有很多水窟 蛮多水牛 但这边的水牛是油煮水牛 不是像擎天缸的五煮的 这边是有人在养的 看到产业大路了 这条就是内疗线上的路 开车可以停在这边 拜拜 拜拜 我们不走内疗线 我们要左转 往大溪火车站的方向走咯 又碰到粉丝啦 开心合照 碰到我叫我扶一刀 或叫我一刀就好啦 哈哈哈哈 上来这有个停车场 大概可以停四五台车 水迹不好的人 也可以开车来 再走一小段就可以了 就放爬咯 左手边这有一条 是石观音寺的步道口 上来了 这里是福德山的三角点 耶 耶 哇 这上来四野好棒哦 对面那个凉亭 我们继续从那边下去 到后面的山群 耶 太棒太棒了 咚咚 响了 刚刚打开进行礼记 桃园古步道 这里收到一颗宝石咯 这条线总共有六颗 但是你要过了弯坑头山这一头 才开始会有宝石 一往回头看后面的山 会觉得自己好厉害哦 从好远的地方走过来 厉害厉害 自己给自己加油打去 赞 过这个闭牛庄 哦 这够瘦才走得过来 上来了上来了 从这个凉亭抗坑去那个山就是单面山 西侧非常平缓 东侧非常陡峭 这是地壳变动作用所造成的 这有一颗宝石哦 好了 过了这个凉亭 还有一小段的缓坡 又一个闭牛庄 这边有这么多牛吗 前面又闭牛庄 哇 这最后的上坡 怎么还没结束啊 哦 你讲最后的上坡是要讲几次 对 山友的话都不能听 都骗然的 上来了 这是个测雨站 哦 中央气象局的雨量自动测泡系统 继续走咯 这次真的要往下了 下坡了 这段如果下雨会比较湿滑 登山帐一定要拿出来哦 5公里的下坡路段 这个石板青苔蛮重的 右手边有个土地公庙 我们继续赶路咯 哇 这边在林蔭间 这石板晒不到太阳 整个青苔真的变重了 走路要小心哦 或是你稍微横过来走 你要踩我们再走哦 这不是开玩笑的 右前帮一个洗手间 这里不上就要到大西火车 才有得上了 叮叮 刚刚在厕所这里 又抓到一颗宝咯 这么潮湿的地方 不盖这些石板路 维持原来的土路 可能都不会那么滑 叮叮响啊 好像抓到第四颗了 看这边石阶真的很湿 很滑 很难走 不爬小一点 很小心哦 又有一小段的上坡 过了测雨站以后 原来不是一路向下 还是有上上下下好几段哦 想啊又一颗 这也是番薯寮山 上来了 飙高四五六 飙高四五六 这边抖下了 最后一段呢 跟鸟 最后一刻也抓到了 上面是个凉亭 看到圆拱桥 好 终于走下来了 这一段五公里的下坡路 真是煎熬啊 整个石板非常的湿滑 实在不建议大家来走 很容易摔倒 我们团圆都摔倒几次了 手下的责命就是台二线 我们右转 去大西火的站哦 已经超过八个小时了 太累太累了 不简单不简单 先来海鲜餐厅套长自己一下吧 好大一碗的海鲜汤面 虾子 帅 大西火之站终于到了 哇 今天走了八个多小时 终于结束今天吃鸡好玩 又惊醒了一段点 喜欢我的频道 也记得订阅大家分享哦 一定要打开小银铛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火车精湛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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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